自从美国飞船埃波罗17号于1972年12月最后一次登陆月球后,人类就再也没有去过月球,时隔至今已整整过去45年。 45年对于人类而言,这绝对是个漫长的岁月。 难道美国永远放弃月球计划吗? 难道是在等待中国实现登陆月球? 有科学家称,在此登陆月球只能靠中国了。 多年来世人一直把登陆月球坦承是世界人类最伟大的成绩之一,它代表着人类第一次登陆上地球以外的星球。 从1961年至1972年期间,飞船六次成功登陆,12人踏上月轮,宇航员们的所有任务,不外乎收集岩石,拍照,实业,树上旗帜,然后回家。 奇怪的是宇航员在月球长达数周的逗留,只为能在月球上建立持久的研究站。 事实上,登陆月球并非毫无意义,人类完全可以在月球上借到燃料库。 未来给执行太空任务的飞船提供足够补给,因为登陆月球比回地球要来的方面,除了引力要调弯,孔气魔塔远不存在,人类还可以在月球上创造史无前例的太空望远镜。 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宇宇宙,或许可以观测到其他望远镜无法观测到的效果。 甚至我们可以在月球建造一座城市,一座太空旅游的城市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美国再也没有登陆过月球呢? 真想让人觉得心酸和平庸。 2017年,文明天下的美国宇航局年度预算,只有195亿美元,虽然看起来这是一笔巨额财富,但是跟美国每年军队预算6000亿美元,相比不足三十分之一。 而且近期美国宇航局启动了多个烧钱的太空项目,2019年即将发射的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,研发太空发射系统的巨型火箭项目, 库星和木星,甚至整个太阳系的探索任务。 目前有数十个飞船和探测器正在外太空和地板行星上执行任务,所以美国宇航已决的预算费用相当之紧。 来自美国宇航局,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出重返月球将昏耗资1040亿美元,若按通货膨胀来计算相当于2018年1330亿美元。 妈呀,这可是相当于美国宇航局整整七年的总预算,事实上当年的阿波罗计划花费的费用相当现在的1200亿美元,所以让美国不再实施登月计划的主要原因已经很明显了。 不过美国宇航局预算开支并不是人类没有返回月球的唯一原因,月球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,月球表面散落的陨石坑和巨石,威胁着飞船的安全着陆。 更致命的危险是月球尘埃,一份研究报告称,月球空中漂浮着无数个壁头发丝,还晓得月球尘埃。 它们带有尖刺和蜿角,它们并不像地球尘埃那样平滑圆润。 它们很容易弄脏宇航员衣服,仪器和物搏,在宇航员回舱脱下外衣和搬动物体的不经意,瞬间进行呼吸道。 月球尘埃曾经让12名登陆月球的宇航员都得了奇怪症状,打喷嚏和比赛,回地球数天都会消退。 不过就算是登月工程在困难重重,也无法阻挡中国中国载然登月工程。 我国预计在2020年建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空间站,2030年实现登陆月球的愿望,多名国外科学家称,未来登陆月球真的只能靠中国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